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乃姨 这位是居家养老,老年人食堂的郭师傅 你好大伙,好大伙 后去呢,退休以前呢,是在我们天津著名的石头门槛 那个企业里边呢,做大厨,做面食了 有了很多的丰富的经验 我就在这吃过他那个包的柳叶的那个石头门槛 特别好吃,我就想约哈,郭师傅我想学学 可是郭师傅太忙了,这不刚有一点困了 我就跟人家郭师傅请教,我说您一定得教我 今天我教了他跟阿姨,那么做那个馅 这个馅都有什么东西,那么包,那么和面 这可是全套的啊,大家得认真地学 今天我做这期视频呢,就是为我们全国的网友 和粉丝朋友们制作的啊,大家学会了以后 给家人们包这个柳叶的这个石头门槛的这个素包 家人肯定爱吃啊,好了,咱们进这套厨,咱们学习吧 哇,郭师傅已经把这个菜馅都准备好了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咱那个精卫素啊,是石头门槛的特色 哦,特色,它有绿豆菜 哦,这是绿豆芽菜啊 豆芽菜,豆皮 哦,这是我们平常吃的那豆皮 香菜 香菜啊 那个卷粉皮 哦,这就是那个粉皮 然后呢,这是我做调好的料 这是您调的料 这里都有什么呀 我有腐乳,麻酱,味精,盐,香油 哦,这个能比例告我吗 比例呢,一般就是麻酱少点,酱豆腐多点 哦,郭师傅,我再打扰您一下啊 因为咱们粉丝啊,都想清确到特别准 哦,我割一斤姜豆腐吧,割八两麻酱 哦,那割多少那个盐 就是割三十克吧 三十克的盐,味精呢 味精呢,二十克 二十克,对对 香油呢 香油可以多割点 哦,这根据自己情况 割五十克 割五十克啊 好,谢谢您啊,这太精确了 现在啊,我焦大,我活的馅儿 因为我提前准备好了 啊,然后你看我,这一根调好的料 哦 哦,都得放里边 我这用了十五斤的绿豆菜 哦 半斤的香菜,豆皮是一斤 我现在用的料呢,相当于是一斤半 一斤半的料 对 那相当于就是您用这个麻酱是多少 麻酱呢,咱们我获得一个盒子呢 是一斤的蒲乳 八两的麻酱 哦,就这样比例啊 哦,太好了 这回家我们就按照比例 自己去做它就行了 就得下手了 不下手活不匀呢 它里边有麻酱有酱豆腐,特别的不好和 这馅儿基本就和完了 哦 这馅儿基本和完了 好,咱开始包了 和完以后,焦大伙和面 哦,焦大伙和面了开始啊 嗯 说师傅,这一盆馅儿能出多少个包子呀 能在170到180个包子 哦,这一大盆子馅 咱们这薄皮大馅儿 哦,好 我得撑一下 对,我用15斤的面 哦,这些馅儿用15斤 哦,这些馅儿用15斤的面 哦,这些馅儿用15斤的面 因为这些馅儿太多 因为家庭就用15斤的面 15斤的面 我们用水的比例 嗯 一斤面半斤的水 听听啊 一斤面半斤的水 对 对 用客入畅 咱们用个酵母 哦 用,要点那个酵母哈 一斤面割多少酵母呢 一斤面割5克 割5克 哦 也去皮 嗯 我割了75克 哦 这面里呢 给50克白糖 30克盐 它起到硬劲 哦 面有硬劲 不夸糟 哦 白糖和盐 对 咱们开始服务 哦 把水倒里面 让它搅匀 哦 这省大事儿了 有这机器 这面移了就做好了 基本上就这样了 嗯 一会儿再用压 你得压 哦 压一下 对 哦 这是活完面就压面 对 压熟过了 哦 压熟过了 嗯 这就压好了 多大一个剂子呀 剂子在64克到65克之间 哦 嗯 可以 哦 好 手那么准呢 看看郭叔叔给我们包了啊 看看怎么包的这个柳叶的 石头门槛包子 哦 哦 这叫柳叶包 看看郭叔叔怎么包的啊 第一捏一下 再捏一下 合到一起 然后一边一个折 一边一个折 这赶着走 学会了吗 漂亮不漂亮 我呀 用保鲜膜呀 包上它 哦 包完呢 以后就醒发它 醒发多长时间呢 得 醒发它 半个小时左右吧 哦 半小时左右 对 咱就开始能蒸了 哦 咱在家里也是这样 是吧 对 在家里也得醒发半小时 包之前 不让它发起来 直接包 直接就直接包 哦 在这儿醒发它 哦 郭叔叔说了 这个包子 柳叶包啊 不用那个提前醒发面 直接包 包完以后再醒发 是吧 郭叔叔 对 郭叔叔这么会儿 包出来这么多的包子 郭叔叔 现在行了吗 这包子行的 现在可以了 可以能蒸了 可以蒸了 这个不是非得啊 那个烂的要求 啊 因为在这个东底下啊 跟那天热的时间啊 不一样 你得看着 看着你看着 就个了嘛 哦 比刚才大不少了 包十多大了 这边就可以蒸了 哦 根据实际情况 是吧 别太死了 这个时间控制的 是吧 好嘞 蒸多长时间呢 蒸十分钟 哦 十分钟啊 对 郭叔叔说时间到了 对 熟了 哇 看看看 又白又胖的 看看 呦 好 真漂亮 咱尝尝 郭叔叔包的这个柳叶 石破门卡的素包啊 品尝一下 我是八点半 到这个餐厅这儿来跟这个郭叔叔学 包这个柳叶包的哈 到现在大家看几点了 现在差十分 十一点了 这包子刚熟哈 又白又胖的 我尝尝好吃不好吃吧 啊 看看馅 啊 看看馅怎么样 还真不错 不错吧 是吧 嗯 我对过这有一个阿姨 看我那个 尝尝这包子啊 真好吃 太没出去了 真好吃 把这个视频 大家都给它保存下来 收藏一下 给家人们包吧 太好吃了 刚才品尝您做的这个包子了 太好吃了 谢谢您啊 怪不怪客气 只要是大火吃的好 咱就为老年人服务 啊 你看他说的多好啊 谢谢您啊 再次代表网友们 谢谢您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我也该回家了 回家赶快剪视频 让大家赶快学习 学习 这个素包怎么做啊 十分门槛的素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分享就到这 喜欢恩娜姨的 给恩娜姨查案点赞 来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